一眼望穿千年 画完手中的鸭 烤鸭 又香又脆的烤鸭嘞 来看一看 又香又脆的烤鸭嘞 来 来看一看 要不要买一只 给你 谢谢你啊 保证新鲜 我再看看吧 好好好 慢走 卖花了 卖花 烤鸭 看一看 来 小姐 你的书 来 来看一看 特别好吃 是吗 要不要来一只 那来一只吧 好 我给你包一只 嗯 阿玉 看什么呢 这么入迷 这花盆里的男子 长得真俊 我不爱看这种花盆 是吗 这模特不错呀 烤鸭 又香又脆的烤鸭嘞 卖花了 最新鲜 最好看的花 卖 好看 我看了 好看 我看了 我看了 我很努力地想要忘记你 雨智哥哥 可是你却无处不在 怎么又是画得歪的 我要是有歌主那双翘首多好 真不公平 他一个大男人 那么会化桃花妆干嘛呀 要是能天天帮我画该多好 或者我要是有夏侯雪那些 用不完的投尸墨额 我也不过这么傻脑筋了 这个好像太素养了 这个会不会太浮夸了 这个颜色 他会喜欢吗 这么多 都是 墨额 都是送给我一个人的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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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他说到底 就是讨厌我的刘星恒 真的有那么丑吗 谢谢阁主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我送你的礼物 就不想要 我要去睡觉了 你什么表情啊你 觉得我的刘星恒很丑 就直说吗 送什么礼物 不是珠宝投尸 清清最想要的 是去除额头上的柳星恒 可是 我刚刚是不是 太凶了 他毕竟是阁主 而且还送了那么多首饰让我 这首饰让我 这首饰让我 是不是表示 他很在意我 都是你这个讨人厌的东西 害得我变得跟你一样讨人厌 歌主应该 在于不想理我了吧 你们说 真有神女能降甘霖吗 我跟你说 那个王天师可厉害了 他用捆线索还有八把葫芦 一下子就把清清这个妖怪给收了 这么厉害啊 你说 如果清清是妖的话 那整日跟他在一起的阿鱼 也可能会是妖 是啊 这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他就是妖 村子里面出现妖怪 我们怎么能够平静地生活 对不对 对呀 你可能 我们家阿鱼不是妖 要按你这么说 你从小和他一块长大 那你也是妖了 我跟阿鱼不一样 他出生就克死了娘 还害死了志勇哥 那场大火 把志勇哥都烧得 所生我己 但阿鱼却没什么事 他不是妖 他是什么啊 对不对 对呀 就是妖 我家阿鱼不是妖女 他是 他是什么呀 他是 他是神女 什么呀 这往马上可说啊 东南方天降神女 我家阿鱼啊 就是天降神女 谁是神女啊 让一让 让一让 我让一让 陈大人驾到 刚才 谁说是神女 他 他说自己女儿是神女 大人 您听小米解释 小米就是 随口一说 王王岂是能够随意说说的 来人 我锁上 是 大人 小米冤枉 大人 大人 慢着 爹 为什么要锁我爹爹 你是 我 大人 他就是这个犯人的女儿 就是他冒充神女 不关他的事 话是小米说的 要罚就罚小米一个人吧 带走 等等 我爹爹说的没错 我就是王上一样找的神女 我爹爹 我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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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临